这种交叉的 这个用的比较多 这个叠加溶解也用的比较多 叠加溶解 叠加的也用的比较多 白场过渡也用的比较多 没有 白场过渡 然后还有这一栏里面 溶解里面这一栏用的都比较多 用的都比较多 这些 你这些试一下 看这些用 还有飞碟 这个用的比较少 这个比较生硬 黑场过渡也用的比较多 但是黑场过渡一般用的片头片尾 一般是多用于片头片尾 这种黑场 片头片尾用的比较多一点 OK 然后还有 这个缩放用的比较多 缩放栏里面有一个交叉缩放 这个用比较多 用比较多 这种用比较多 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你用的这些转场以后 你比如说我回到溶解 来一个 叠加溶解 是吧 叠加 是吧 你用这个转场的时候 你这个编程就有一个效果空间会展示出来 效果空间里面 他这里可以 你可以把起点切入 中点切入 你可以自己去调的 调换 看到没有 你调的什么地方开始切入 看到没有 到这里面时间线都能看到 都能看到 然后开始到结束的状态 它也会显示 这里也会显示 还有没有 是这个样子 它都会给你显示的 好吧 效果空间里面 OK OK 然后还有最后面这个什么页面剥落 这个用的我觉得 这个也用的少 这种 很过时了 很老了 转场都 页面剥落 也很老了 对吧 好 我们实际上要了解的 我们实际上用转场用的真正比较多的 基本上都在这一栏 都在这两栏 一个是溶解这个栏里面 溶解这个文件夹里面用的比较多 还有一个缩放用的比较多 然后这个澄清式视频里面 这里面的前面几个 也用的 会用到一些 会用到一些 其他的这些转场没任何卵用 很拉胯 基本上用的很丑 很丑 这个特雷斯 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什么原因 你这个情况是你没减干净 你知道吧 你这个是因为你没有减干净 你两段之间卡了一针 卡了一些 一些那个跳针的什么东西在里面 里面减干净 所以就无法把这种卡放在他们的中间 只能放在两边的一边 这个原因 你把它减干净一点 不要有卡针的现象 把每一针都减干净 就不会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OK 好 接下来 这个PR 他自带的这一短场 我们大部分的我们大概都了解一下 显显的了解了一下 知道了哪些实用 哪些不实用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真正的进入到学习中 学习的状态来了 学习状态来 我喝口水 好 我们首先第一个 我们了解了这个PR 它自在的转场以后 我们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自制转场 什么是自制转场 就是我们怎么用自己手动 我们用手动来制造 制作一些转场出来 好吧 转场出来 比如说 我们看这个视频 这个转场 后面再讲 后面再讲 我们先说 第一个自制转场 第一个自制转场 我们做什么转场 先做一个光效转场 就是怎么利用光效 光的效果来制作一个光效的转场出来 好吧 首先 我们先添加一个素材 嗯 好 然后我随便 拉两个视频啊 比如说就是刚才这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 我就拿这个 我只要前面一部分 好吧 前面一部分 我举个例子啊 我把后面都剪掉 然后我在中间开刀 随便开刀 随机的啊 好 这个时候 哎 我想 现在想做一个什么啊 我想 呃 我到这个位置加一个吧 好 我到这个位置开刀啊 好 我现在呢 就想要到这个镜头 再到这个镜头 这两个镜头转换直接 我要把它加一个光效的转场 啊 那我怎么做呢 啊 首先 我刚才啊 就添加了一些光效的一些素材在里面来了啊 光效的素材 我把这个素材啊 我放在这个上面来 啊 哎 这个不好看啊 不好看 你好看点的 我看一下 好 就用这个光效 好吧 呃 这个光效 那 你们看一下这个光效啊 这个光效就是我网上找的一些素材啊 找的光效素材 好 我怎么样把这个光效素材把它添加到这个 视频上面去啊 进作为一个转场 啊 首先呢 我添加了以后啊 放在它的上面 两个素材之间的上面 放进来以后啊 我就 卡中这个光效 它转的这个位置啊 卡中这个位置啊 然后 过来点啊 没事是这里 好 然后我在这里啊 在这里 把它这个混合模式啊 把它换一个就行了 啊 它现在混合模式是正常的对吧 我把它换一个啊 我可以换一个